告诉你,这个小龙虾拌面你一定要学会 老公吃了后再也不出去胡浪了 天天都想要吃 因为真的太香了 冷冻的虾尾我们倒入锅里面 再加入足量的清水 放入去腥三件套 葱姜料酒 大火给它煮开 煮开之后我们放入冰水里面 这样剥壳更加的轻松 你看,轻轻的这么一拽 虾壳就完美剥掉了 锅烧热之后倒入菜籽油 油热之后先爆香一多半的蒜末 放上一块的牛油火锅底料 这可是好吃的关键 大火把火锅底料炒出红油来 然后倒入龙虾尾 大火给它翻炒均匀 翻炒个七八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加入生抽 蚝油 鸡精 给它调个味儿 再加点82年的啤酒 去腥增香 翻炒均匀之后 中火煮上5分钟 时间到了之后 我们放入青红椒 蒜末 水淀粉 翻炒至断生就可以出锅了 哇,看起来太有食欲了 水开之后 我们下入面条给它煮熟 可以加点油 这样面条就不会粘在一起了 煮好之后 我们直接烙入碗里面 这样一道好吃的小龙虾拌面就做好了 色香味俱全 不管你有没有胃口 来上一碗都很解馋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顺便也帮我们点个小红星 鼓励一下 我每天都会分享一道家常美食 咱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